第185集 因为一杯黄酒 望线两人折腾了一夜 隔天睡到日上三杆才醒来 蓝望级醒来后 悄悄地翻开魏无羡的睡衣查看 果然魏无羡全身通红 还有一些地方是变成淤青 不禁心下后悔 自己怎么会对魏无羡做出这样的行为 这也真的太暴力了 难怪昨晚魏无羡会直叫嚷 以后真的不可以 不能喝酒 一杯小酒就失控成这样 真是太不应该了 魏无羡睁开眼的时候 看见蓝望级正在看着他 微微一笑 蓝湛早安 早安 魏英 蓝湛 魏无羡想起床 谁知一动 全身就痛得呲 一声叫了起来 手托着腰不敢动 魏英 蓝望级连忙扶住魏无羡 温柔地帮他揉腰 魏无羡靠在蓝望级怀里 闭着眼说 蓝湛 你也太厉害了吧 你的反差怎么可以这样大 说出去谁信啊 你这仙气飘飘的蓝院长 夜里是一只野兽 两人出去人家都以为是我在欺负你 其实一直是你在欺负我 哎呦 我的错 也是你的错 是你让我变成野兽 蓝望级连心疼又无比委屈地说 是魏无羡让他变成了野兽 这句话是真话 就是魏无羡调起他的情愫 更是让他为之疯狂 是我让你变成野兽的 哇 你真是 无话可说 魏无羡扶着三痛的腰 没有立即跟他争辩 倒吸了口气作罢 蓝望级咬住他的耳朵说 是你 让我失控 你的意思是 雅正端方的蓝院长跟着我变坏了 对 是你让我情难自尽 扶我起来 我要先去洗澡 魏无羡哼着叫 对于蓝望级的话 他是心里有点兴奋 有点甜蜜 又有点点的不可思议 好 蓝望级一把抱起魏无羡就往浴室里走 他问 饿了吧 想吃什么我去做 喝点麦片小米粥就好了 不能天天吃大餐 会变成猪的 猪也不怕 可爱 你不怕我怕 你的腹肌还漂漂亮亮的 我的快变成一块了 魏无羡对蓝望级的宠溺 表示了强烈的不满 每次蓝望级做了一大桌子菜给他吃 而自己却没吃什么 虽然说蓝望级从小吃素 但跟一个吃荤的在一起大鱼大肉的白眼前不动摇 那意志力也是太强大了吧 魏无羡觉得对于蓝望级的自律 他真是自见行贿啊 他对自己形象的要求也很高 所以蓝望级对他的宠爱 他得有所控制 不能照单全收 要不哪一天真变成一个胖子就麻烦了 魏无羡洗完了澡来到餐厅 蓝望级已收拾完昨天的残局 餐桌摆上了几样爽口的小菜和二碗麦片小米粥 魏无羡坐了下去先喝了几口水 然后端气周晚对蓝望级说 蓝湛 这周闻起来就很香 你也坐下来喝啊 好 蓝望级坐了下来 给魏无羡加了一筷子才问 魏英 你昨晚梦见了什么 我听你说到温潮 还有什么金家 不是很清楚 我也不清楚 都是碎片 好像是温家害过我 还有个姓金的也害过我 但连接不上来 还有一个叫穷奇道的地方 黑森森乱世谗言 很恐怖 好像是我要去哪里 你不让我去 很伤心 两人都很伤心 但具体是什么也不知道 这梦都是电影断片 接不上来 李不清来龙去脉 不只是温家 还有金家都害过你 你认识的人中有什么姓金的吗 蓝望级的话音刚落 两人都停住了碗筷看着对方 金姐夫 但也不会那么的巧吧 都转回来了 不是不是 这天底下姓金的人多了去 怎么会就是金姐夫家呢 金姐夫结婚后对我姐还是不错的 怎么会害其地呢 应该不是金姐夫 蓝望级也表示了肯定 而且前世事谁害人都已经不重要 如何解开前世冤结才是最重要的 他们现在也不想去追寻往事所有的真相 真的查出所有的真相也没什么意义 只要今生平安无事就行了 蓝战 我们靠香炉 靠梦都无法解决问题 都不能把往事像电影导片那样回放一遍 不如还是想想有什么高人给指点一下更好 是 望线两人香甜的吃完饭 就到蓝启仁这边来 昨天没过来 今天肯定要过来跟老人行个礼 问个安 两人一进门 蓝启仁就喊他们 望鸡 无限 我和几个老友要去寒山寺 你们要不要跟着去 寒山寺 望线一口铜声的问 叔父 我们去 魏无限抢着说 蓝启仁带队去寒山寺 肯定是高规格接待 也许就能遇见高人解决困扰他们问题 那好 我们就一起去 蓝启仁招呼他们来一起开车前往寒山寺